各位你们好,I'm Miss Eva 多谢你们又来收看Channel E 很多日没拍片,有点事,我终于回来了 今天拍这段片想和老师分享拍片 拍片的一些心得,但其实家长看也无妨,也可以玩玩 因为家里实在太闷了,小朋友也有兴趣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开始了 我今天介绍一个Screen Cosmetic 可能我读错了也不一定 其实如果要我说,我没什么资格说 我是一个普通老师,不是IT,不是电脑人出身 如果真的要看的话,你可以打回这个名字 因为在YouTube上有很多视频 但按照计,应该是所有的英文 而且读得很快,几分钟就说完了 我会慢慢说 如果你嫌弱的话,就按Fast Forward 最初我去接触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慢慢就会适应到 我上一次去录这个分分spell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我新学的 用iPad来录的 但其实用iPad来录的 有一个问题 就是iPad很快就爆门了 那个记忆 所以我现在也是回来录的 即是Screen Recorder 这个名字 还有它保存的 即是有系统一点 就不会只能放在上面 关于iPad那里我先不要说了 集中回到这里 关于讲参考的话 你可以去YouTube上 打个名字 你可以看一下其他人去如何介绍 然后你看我的话 现在我讲的是广东话 而且你看画面的时候 就是英文的 但是应该可以变成其他文的 你喜欢变成什么文都可以 慢慢看 还有tutorial 教你基本上怎么用 其实都ok的 好了 讲了些东西之后 三分钟之后 就讲一下 正式用的时候 当然是讲一下 钱的问题 第一 这个软件 如何介绍给你们呢 就是 不用钱的 是不是很开心呢 但是你不用钱 当然有限制 就是 只是听到人声 看不到画面的声 我现在画面是没有声 那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教书 想有声 即画面有声 錄到的 画面是不能錄到的 你是要付钱的 还有呢 这个时限 就只有15分钟之内 就是要全部錄到的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就 那么多限制 那不如付钱吧 而且呢 钱也不太贵 对了 48元美金 一年 那就是这个计计 当它是对白的说 我又不懂 那加起来呢 四百元都不用 一年 那我觉得呢 这个疫情里面 就是大家要 这么需要 去做这件事呢 其实 我觉得是 抵得懒 是啊 很抵了 那所以呢 希望你们 都试一下 那当然啦 有其他的软件 可能比这个 那但是我觉得 就是老师 学多一件事呢 就无妨的 对了 那就 好了 当你给了钱了 那我给了钱了 给了钱呢 就可以用了 那你呢 现在看到 我这里呢 应该是看到 有个框框的 那 如果我弄了片之后呢 就应该灰色都不一定啦 好了 其实呢 我告诉你呢 我现在看到 就是 红色白色的间调的 对了 对了 又下角 对了 又下角 对了 但有时候呢 就因为我移动过画面 所以呢 可能有机会 就飞了上去的 那还有呢 你现在看到我移动的时候 就有个 黄色的cursor 那 就 我看不到的 是你们才看到的 那 其实这个cursor 就一般的 好用的 因为呢 我不知道它究竟 是在哪里的嘛 对了 可能呢 就会 扰乱了些小朋友 那所以呢 你给钱也有个好处的 因为你给了钱之后呢 就可以很清楚地 去 去 刮你想要的东西 写你想要的东西 对了 所以呢 就会好一点的 那接着呢 你看一下这里 右上角啦 右上角 你会看到我写着 my videos 就是呢 当我录完片的时候呢 其实呢 是可以储存在这个 网站那里的 对了 网站那里 那其实呢 摆在不同的地方 就会安全一点 就千万呢 它其实可以 直接上传在 这个 youtube 啊 很多地方的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就摆在这里 接着 还要放一个copy 是自己的电脑的HARDIS 很整齊地排好 然后呢 就先上youtube 那呢 就上到youtube呢 我也想 顺便分享一下 一个心得呢 就是 当你拍到那么多片 给学生看的时候呢 最好呢 就是我初初没有啦 最好呢 最好呢 一定要编一编一编一编 即是01 02 03 可能呢 有很多同事认识的了 我自己 我自己很聰明的 那其实呢 你编一编一编一编 学生或者家长都好呢 都知道自己 看过哪一编 没看哪一编 然后呢 我就可以记录 究竟呢 哪一编 大约有几个人看过 观看的次数 那我觉得呢 就真的 有系统很多 因为呢 我不会每一次 拍片的时候呢 都会拍完整个书的 拍一页一页的嘛 所以呢 你编一编一编 就会好很多了 0102 那么说到这里 那跟着呢 上面那里呢 就会介绍呢 这个的网站呢 其实呢 是人家用了教育 或者是一些公司 用来presentation 都是很有用的 那其实 那么好用的东西呢 其实呢 我们也都学一下模仿 其实 在这个的 评课期间呢 其实也是一个 老师去充实自己的 一个好好的机会 是啊 所以呢 就希望 就是 同工呢 就真的 好好努力了 那我呢 也很努力了 那 就 其实 以我这样的能力呢 其实 一个月 都可以录到 二十多段片呢 我相信呢 其他 其他老师 一定可以做得到 是啊 那 那好了 不要说那么多了 那立刻开始了 好了 那他呢 就会这样呢 开始 哎呀 不过我开始了 原来已经 好了 那我呢 现在呢 就走回外面的画面了 那呢 就是普通的 就是 桌面来的 那你叫我桌面走来走去 那其实呢 我就想你们看到 看得清楚 究竟这个框是怎样 那这个呢 就是标准的大小来的 那其实呢 那你就可以呢 那当然 那你呢 那你呢 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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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呢 就想去回我 以前拍的影片 让你们看到呢 大约呢 有什么功能 嗯 好了 首先呢 我就想呢 给你们看回普通教科书 课文那些影片的 那些影片的 那些影片呢 我已经没有放在youtube 那 以防这个的版权问题 那 放在google drive 给回家长看就可以了 那他呢 就有声的 本身书 是的 那现在就想告诉你 呃 有人 即是呢 可以录到呢 我把声 是的 人声和呢 一部书的声 都可以录得到的 那就给大家看一下了 那些事 哦 啊 嗯 那我还会说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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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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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同的能力去做 那有些人 Watermelon Pinky are at the supermarket Mom wants to buy some fruit Women is holding a Watermelon A Watermelon 7 A Strawberry Watermelon A Banana An Elephant Not a Elephant Why Because the spelling Because the first letter of the word 好了,那不要說 就是給同事看一看 就是人聲和動畫聲 都是可以錄在一起的 那這件事很重要 那跟著呢,因為我付了錢 所以就 好了,那同工呢 可能覺得奇怪 為什麼呢? 這本書的畫面 和錄影的 軟件這麼符合 因為我是拿著軟件 就是本書的 所以你就可以教到 剛剛好 然後才錄的 然後呢,我已經錄完 你其實可以看到 那段影片 是怎樣的 總之呢,你想 變成那個畫面的大小 你就要按 暫停 然後動完 你就按 錄 它就會由1,2,3 再數回 給你繼續錄下去 對了,那剛才呢 都看了 那現在呢 我就想給作頁 你們看一下 究竟呢 我可以在上面寫什麼 東西 好了,那現在呢 就去到作頁 那我進播 給你們看一下 好,各位同學 你們好啊 那我們現在做31頁了 那呢 首先呢 同學呢 看看這些答案 然後對方 看起來很難做的 因為你看到他們的答案 只有那麼多花盆 那呢 就 你看到這裡呢 有has 有is 有is 可以用day 可以用day 可以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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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個身體部位 和形容身體部位 就不是這樣形容他 整個人的輪廓 所以呢 就要用他有 好了,那 那 即是同工呢 看到啦 那其實 如果你給了錢的時候呢 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的 要不然呢 你就永遠呢 就只有一個圈的 那你都 即 小孩子看呢 就很難跟 是啦 但是呢 如果我現在這樣 給了一點點錢 那我就做到這個效果 就可以挖到這些字 可以寫字 解釋 哪個串連哪一個 還有很多顏色 即是 要解釋 方便了很多 尤其是 英文科 其實呢 就是 我作為一個英文老師 知道呢 家長呢 在家裏教 小孩子英文 是 比較難的 真的比較難 尤其是低班 所以呢 都希望 尤其是 停了課 他上課 他都沒有上課 怎麼會做功課呢 是不是 要不然他需要學 所以呢 所以呢 老師呢 要在這段時候 找些辦法去幫助他們 那至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按鈕呢 如果你買了 即是 帳戶 過了數之後呢 他馬上有這樣的功能 那 就在我綠的 你應該看到的 即是 知道的 圈圈那裏 你在綠的 右手邊 有個按鈕 是有隻筆的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 在上面呢 就有一欄的按鈕 有欄的按鈕 有欄的按鈕 淺藍色 那呢 就都 講一下顏色的東西 都不用多講的了 那 主要是想講一下這些 那 那 FREE HAND 就任由你寫 那你喜歡寫 對 好了 就 我在片 片中片都可以的 對 那 寫個 寫中文字 也可以 那 然後呢 我想 箭嘴 箭嘴 箭嘴也可以 那 應該可以較粗 對了 較粗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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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當你 Erase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大了 就是當你想 不要的時候 就不能逐個不要 不要 就全部洗 沒有了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它的 可能是缺點 那 就 這裡有個 Box 可以有粗誘 那 跟著呢 就去到 Speech Bubble 好了 接著你就可以寫 寫字了 那 最後呢 就是 好了 最後就是 Test Area Test Area Test Area 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我要提 學生寫日期 是不是啊 那些學生不喜歡寫日期 那 那 我就要跟他一起寫了 對了 寫寫寫寫 今天幾多學 今天十 二十一了 有些學校就是寫這些的 有些學校就是寫這些的 全部都沒有了 那這個是 片段 當然還會停留在這裡 那 這個是一個 它的 缺點 對了 那 你呢 就好了 你解釋了 完了 那當然是段片搞定了 那 然後呢 你就一定要記住 因為我那時候呢 錄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 忘記了收回一支筆 就發覺什麼按幾個都按不到 對了 收回一支筆 沒有了東西呢 我才可以關機 然後呢 才可以按這裡按個 按燈 我錄完了 要不然呢 你就按來按它 也按不到 雖然這個是一個小問題 但是呢 都可以煩你一大餐的 好了 那我現在呢 就 按了 假設我是按了 那我關機了 關機了 關機之後呢 他就問你 不是 燈啊 我說 是呀 我做完了 然後呢 他就會去下一部呢 就是publish的 那我不知道我拍不拍到啊 應該就未必可以了 對了 因為我一按了 去停呢 他就 我就出 出不了啊 那我現在試一下 那我現在先說完 那他就會問你publish的 那publish 就是等於save 其實呢 save在哪裡呢 正如我所說 最好呢 就是呢 就是呢 你最好呢 就save幾個copy save到他本身的 網站啦 然後save到youtube啦 我相信youtube 大家都想save下去的 還有呢 save到自己的hard disk 全部當然要編好 要不然呢 就亂了 因為你看一下 我一教作業 你不寫頁數 就忘了自己說到哪裏 是不是 那呢 就 對了 去到這裏了 還有呢 我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呢 當我呢 要錄的時候呢 如果我有 即是有付錢的話呢 其實也要看看自己呢 有沒有按清了我仔呢 是說 no maximum 對了 如果你maximum 即是如果你定了個 最高的時間呢 你可能呢 去到15分鐘就完了 那變成了呢 你要拍片呢 其實也是浪費你的時間的 那所以呢 就千萬不要做這些事情啦 那 還有呢 其實你會發覺 我很想給學生的樣子看 太久 太久 那些學生很久沒見我 那行不行的 是行的 他呢 就有個兒子問你 究竟呢 你想錄畫面啦 還是想錄 我的樣子 即是人的樣子 還是兩樣都出現了呢 如果兩樣都出現了的話呢 那個人的樣子呢 只不過是一個角落頭出現的 可能是右上角或者右下角 那如果呢 是全部畫面的話呢 那就是整個畫面的啦 那不過呢 我今天就不會顯露我的樣子的 是的 那所以呢 就 嗯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想呢 到時做呢 其實很多拍片的軟件 大同小異 那 應該呢 大家去到這一部 就沒什麼問題的了 那大致上的功能呢 我都說完了 對呀 那應該就沒 OK 沒什麼問題的了 那 就 播多一點點東西給你看吧 好嗎 好了 我回到前面就好了 收到畫面了 是不是很有 listening feel呢 大家 英文老師 對呀 那其實呢 其實呢 是我加上去的 那這本作業來的 有什麼可能有這樣的聲音呢 是不是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做這些事情呢 那其實呢 就不是這個軟件做出來的 其實呢 是在YouTube上拿出來的 那YouTube裡面呢 其實呢 是有這些免費聲效 還有有配樂的 那可能呢 有些童工啊 平時呢 或者是 幫一些兒子女女拍拍拍片的 朋友呢 都知道呢 其實呢 有這些功能的 可以放一些背景音樂下去 那 但是對於老師來說 可能 可能未必有這麼多 去接觸這件事 那這件事 都是我意外地的發現 那我呢 我就去找了 找了一些對的 就儲起它 那 就 起開始的時候呢 就有一點點的聲效 就吸引一下 那些童工啊 還有呢 有些真實感啊 是的 就覺得 嗯 我現在是時候上課了 那樣 那我覺得 這些小折位呢 其實 如果能夠做到呢 都是好的 那你找到一些 這些的 好了 講完這裡啦 這裡也很吸引的 那我現在呢 給你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呢 我就 抽了一些 的配樂 然後呢 你發覺呢 它就寫了一些長度在這裡的 那當然啦 我當然不會 放首歌下去的嘛 那我會放一些很短的那些的 那如果有哪幾段 我覺得是好的話呢 我就 通常都用過幾段的啦 那現在呢 就破期了一段 那你會看到啦 其實我哪裏找出來的 就是YouTube YouTube Audio Library來的 那這個第一啦 一定是合法啦 那還有呢 就 用都很方便 你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好像是 save 是啊 就這樣save copy and save呢 就可以呢 存在自己的Harddisk 是的 讓你聽完先啦 是不是很好聽呢 是的 那就希望呢 今天我講的東西呢 可以幫到同事啦 那我相信呢 都 都不少可以得的 是的 那還有呢 都在那個時候呢 都 跟那些同學講啦 其實 在這個階段裏面呢 其實不是單止你們去學東西啦 其實老師一直都很努力地去學東西 那老師做這些事情呢 其實 都是 為你們的 那我希望你們呢 都珍惜啦 那還有呢 都大家互相鼓勵啦 老師之間 其實呢 在我們平時日常生活裡面呢 工作呢 其實是很忙的 那都趁著這個 可以 在家裡做事 可能就是 可以少了些上課時間呢 正是一個很好充實自己的時間 那可能 大家會覺得很辛苦 因為呢 你現在要學新的東西 要zoom 要 要 要直播 要 要拍片 那 就是 如果 用起 好的一面 其實 大家是一個充實自己 和 增值的時間 是啊 那 希望這樣呢 令到大家會開心些 還有 我自己本身 如果個人來說呢 其實 由我初初 完全不會拍 用手機拍 畫面 動一下 動一下 到現在呢 稍為叫做 我覺得是好一點的話呢 其實 最開心的是自己 對啦 是很有滿足感 那 又幫到學生 又幫到自己 又開心 那 其實 可以 滿足了很多的願望 對啦 那希望 如果 如果 有什麼問題 其實呢 都不妨可以 在留言板 或者 電郵給我 或者 熟悉的朋友 就 WhatsApp我 那 先說了 都說了很久了 那 下一次 我要預告一下 這個題目呢 我相信 沒有人說過的 是的 那 老師你聽著了 那 我就想呢 講一個題目的 就是講 怎樣可以呢 做一張 有質素的工作址 是的 有質素工作址 還有 做迫步 我好相信呢 同時呢 在你的日常工作裏面呢 最辛苦呢 即是 未停課 你在你的日常裏面 你一定要做的事 就是 出工作址 怎樣做到一張呢 是 合法的 合法 是的 即是沒有侵犯版權 又是有質素的工作址 給學生看的時候 是開心的 自己很開心 跟著呢 你還要應付你 整天都要做的迫步 當你呢 你要用很多時間找套的時候呢 其實是 這件事是花你的時間啦 不單止你平時要開會的嘛 那所以呢 我就突然想起這個題目 那我就 就是 和你們分享一下 即是自己去 做工作址 即是一些的體驗 那我相信呢 大家都會有些新的得著的 但是呢 就暫時買個關子 看一看 同事看完這段片的時候呢 會 就是 有很多問題要問我 然後呢 我答完再拍下一段 那 我相信呢 下一段片呢 會令到 同事會 更加有用的 對於家長也有用的 其實家長有時候做功課都要 找圖的嘛 是不是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不懂畫的 但是呢 我教下這班英文 那我的工作事和卷 一定要有圖 那怎樣可以令到呢 可以 做得容易一些的時候呢 那我希望呢 下一次的影片呢 能夠幫到大家啦 好了 那就講到這裡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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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